泰国曼谷Ping Power免税店都说这个免税店特别好 那好在哪呢 溜达溜达吧 那还是比较冷清的 人比较少 这一进门啊 就是化妆品区 该有的基本上都有 里边有一个欧莱雅专区 这个欧莱雅原来老排队啊 因为泰国是原产地 就这种什么柔肤水 爽肤水啊 这种都差不多就是三四十块钱 第二个区域就是这个奢侈品区 很冷清 这MCM啊 是吧 这叫什么巴布瑞啊 都有 其实我一直觉得免税店没什么好逛 可能我常年在国外就经常能建设免税店 游客看这些东西才比较新鲜 也有万国什么的 基本跟我原来几年前来是没变化这个格局 链酒和衣服的区域了 在泰国这个利还有这个李维斯 都是他这边原产地 可以看一下他那牛仔裤 院正一条这个是 看 2290 400多块钱 这国内边也得八九百嘛 这么一条裤子 我买了一条利的裤子啊 高潭的那种 我看了在国内是900多 这是不到600块钱 还可以 这边都是那小药片 之前711有拍啊 自己去我那期看 就贴一张地图 自己好好找一找买什么 调料 特产区 什么手骨干 蓝七八糟这些东西 就是结账了 这个免税店呢 其实有什么便宜 给大家盘嘛 第一就是欧雷亚 可能比较便宜 第二就是我刚才买条牛仔裤 利益啊什么这些 原产地益 所以便宜 还有那个卡西欧手表 好像便宜一点 甚至其他也没什么便宜东西 我觉得 反而见仁见智 很多人就是不常来这免税店 觉得这些东西比较便宜 因为免税了 按需 按需 免税店码到对面 有一些特别好吃的美食小摊 看看还有没有 真有 就这条小街 拿小串的 太棒了 泰国烧烤啊 可以来点这个火热串 两块一串 我买了四串 筋筋筋 这个特别好吃 哇塞 这边包的是糯米和猪肉 特别香这个东西 市场里还有那种 小的那种 陶罐砂锅火锅 转牛肉特别好吃 还有各种拌面 然后肘子饭 泰国的一些小吃 都能在这找到 你也可以像我知道 习邀邀买这水 买点肉串 如果免税店逛累了 就可以来这吃 秘菊 你找不到我耳朵